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七百六十五章 志在千里 一堂课讲毕 这一次汉林们听得很认真了 心中的骄傲荡然无存 他们显得很沮丧 因为他们看到了愤恨 他们自以为人们该将他们当作青天 当作刚迹地维护着 现在方知原来他们收获的是恨 是无数滔天的恨意 人都是有良知的 哪怕是这些夸夸其谈之辈 此时心中没有了抵触的情绪 在听这刘文善授课 竟有一丁点顿悟了 杨雅低着头 脸有些红 上完课拔腿便走 外头杨彪提着戒指在等他们 后山要修建一处火炮失恋场 需要人去挖沟去和平整土地 红氏皇帝也一起身 他沉默了片刻 将那刘锦招来 说着抬腿便往镇国府的方向去 这一堂课最震撼人心的在于奋院 这一股子奋院 竟是冲着汉林们去的 又何章不是冲着红氏皇帝而去的呢 天下原来竟有这么多干柴 难怪只要有火星子便要引燃 就如一场北通州的天花 只需贼子煽动 并有无数人蠢蠢欲动 这只是因为那些贼子吗 不 红氏皇帝是个心如明镜般的人 他并不愚蠢 他当然知道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自己的大臣们 那些满口仁义之人在地方上做了一些什么呢 太可怕了 红氏皇帝坐在镇国府的厅里 他绷着脸 有人给他侦查 他只抱着茶盏 却没有喝 等刘瑾被叫了来 红氏皇帝凝视着刘瑾 刘瑾忙是瑟瑟发抖 趴下 方才大意凛然的刘瑾不见了 又恢复了被控屈膝的模样 刘瑾扣手说 努比见过陛下 红氏皇帝感慨说 来 抬起脸来 朕看看 刘瑾便抬起脸来 红氏皇帝看着这一张 坑坑洼洼的麻子脸 说 你得了天花 侥幸活了下来 是 刘瑾扣手说 努比 侥幸活了下来 你在南昌府 随太子深入护穴 也活了下来 是 刘瑾战战兢兢的 红氏皇帝感叹说道 当初 文皇帝靖南 身边有一个宦官 三宝太监正和 追随文皇帝为靖南 也立下了汉马功劳 此后 又带文皇帝 寻守四海 他虽是个阉人 却也身名大义 朕方才见你的谈吐 不似寻常宦官 见你伺候太子 立有大功 可见你是有福之人 也非寻常的阉人呢 刘瑾磕头 奴婢 这是应当做的 红氏皇帝说 这一路 你的所见所闻 你记住下来吧 乘给朕看看 朕见地方官的奏书 看得腻了 朕想知道 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奴婢钻置 刘瑾依旧瑟瑟发抖 不敢抬头 红氏皇帝感慨说 望你以三宝太监为榜样 将来也可名传千秋 往后好好伺候着太子 奴婢 写 刘瑾突然有些感动 皇上啊 终于肯正儿八经地 和自己说话了 起来吧 红氏皇帝感慨说 你击败入了刘文善的门下 便算是入了学了 不知可有学号吗 刘瑾犹豫了一下 奴婢是燕人 那里有字号 朕给您取一个 红氏皇帝仰头 沉默了片刻 说 叫三宝吧 刘瑾感动肺腑地说 奴婢 谢安 或刘瑾 往后就叫刘三宝了 这是陛下的词字 得之不义啊 刘瑾又叩血之后 起身乖乖站到一旁 他委屈巴巴地 看了朱后照一眼 自己又回来 在西山治病 太子还未看过自己 太子 这是怎么了 吃了张勇那狗子的迷魂汤了吗 等咱在西山被研究够了 等咱回去 看怎么收拾那个张勇 刘瑾现在心里是愉悦的 一个宦官得了陛下的赐字 将来前途肯定不可限量 最重要的是 自己顿悟了大道 在自己心里 自己的恩师刘文善便是圣人 他能说出这番道理 真是了不起啊 洪志皇帝随后 看向尾随而来的刘健当人 刘健没有进入明轮堂旁厅 不过在外头 却也知道内里的情况 三个大学士的内心颇为复杂 洪志皇帝说 三位亲家 心血你们怎么看呢 刘健沉默了 洪志皇帝挑眉说 为何不言呢 老朕以为这是一柄双人健 双人健 洪志皇帝不禁玩耳 不错 亲家所言 与朕不谋而合 此学 既可在咒 是我大名昌盛 亦可负咒 心血提倡门本 且体民之急 体民之所苦 且要身体力行 教授出来的这些读书人 用得好 便可是我大名永长 可君君臣臣之道 却偏弱了一些 刘健寒说 这个学说 说实话 听起来 真的是极有道理 可是 却有许多警惕的地方 洪志皇帝突然说 可是朕想问 大名 倘若这般下去 还有多少年寿数呢 你担将无妨 这 洪志皇帝叹了口气 说 朕看 不会再超过百五十年了 此洪武高皇帝 而是至今 才区区百来年 就已弊病重重 有多少无法割除的弊病 和弊端 令朕心忧啊 朕不信什么 江山万代的鬼话 朕只相信 百姓们 若是能够安居乐业 大名才能延续下去 倘若天下百姓 饥寒交迫 那么再多的君君臣臣 也无用了 钢绩和礼法 不能让人填饱肚子 饿了肚子 活不下去的人 他们也不会在乎 什么俊俊臣臣 以后的事 谁知道呢 洪志皇帝起身 苦笑说 这一切 都交给朕的儿子吧 或许朕的儿子 会处置的比朕好 朕老了呀 洪志皇帝不老 他才不过三十多岁而已 可因为过度的操劳 其实两病之间 已生出斑斑白发 他的心是老了 新鲜的事物 他未必能接受 尤其是有这么个奇葩儿子 这儿子怎么看 都像是时代先锋的人物 倘若放在后世 想来这次在八十年代 便也是一头飞出流蓬松头 上身牛仔衣 下身喇叭哭了 洪志皇帝说 西山书院 一切太子做主 朕不加干涉 只要不是无军无富 便游着他们去吧 洪志皇帝看向方济帆 近来这下夕阳之事 你可要抓紧呢 早一些出海 朕的船可都预备好了 方济帆无法理解 陛下为何脑子转得这么快 有点跟不上铺发了 方才还是西山书院 转过头便惦记着出海了 不过想来陛下很缺钱吧 迟一天出海 就迟一天回来 方济帆说 徐晶内斯敢偷懒 儿臣打死他 儿臣好好催促一下 洪志皇帝满意的 寒手点头 嗯 尽快 儿臣遵旨 徐晶有点懵 才转过头 就赶着自己下海呢 这上路 也没多少日子呀 难道恩师嫌弃自己了 不愿意自己 多侍奉他一些时日 可是朝廷的效率很高 这两年所造的两百多艘舰船 加上此前的舰船 此次大名船队的规模 几乎已经和当初三宝太监的船队比前了 舰船近三百艘 所在人员五万余人 不过这一次 却需要大量的人手 前往好望角和黄金州驻扎 因此船队所在人手 还将扩大 将达到两万至三万 这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舰队 这些如沙丁鱼一般 闷在船舱之中 前往远方大陆的船队 将重走当初的航路 迅速抵达黄金州 在沿途 他们可能建设港口和货站 对着航线进行一点点的优化 夏夕阳所需的钱粮 几乎是管够的 那堂里 这一次直接拨付了两百万粮 除此之外 另外造船所需 也是应有尽有 大明皇帝对此尤为重视 特意下旨征用水手和水兵 在天津卫 蓬莱 登州等北方口岸 一份份招募的旨意 选渡而出 四处张榜 可显然 这旨意几乎没有多少用处 因为不需天子征用军户 一听到消息 无数军户已经闻风而至了 在天津卫的招募处 这里已经是人满为患 每日有数千上万 自四面八方赶来的军户来报名 疯了时的军户泽地们 为了能登船 甚至露宿在招募处外头 他们被一个个要求 包干净衣服 检查口齿 检查肌肤上是否有窗疤 丈量身高和体重 出海呀 不出海 有什么出息啊 就算是死 也得死在外头 留在陆地上 就是等死 数百万 在底层的官兵们 早已是生不如死 现在但凡有一丁点 一丝改变命运的机会 就没有人会放过 多少人出了一趟海 一夜暴富 自此人生变了模样 无数人为了出海 四处脱关系 穷告征末处的人 得到了一份征末令 要求某月某日 与某时登上某船的人 顿时喜笑颜开 家里拿出压箱底的钱来 杀鸡在羊 大宴宾客 要有出息了 出了海 别想着回家呀 家里的事不必惦记着 外头死了 认了 这就是命 四灵听说被选上了 纷纷就上门道贺 哪怕是他们的上官们 也变得警惕起来 派人会随点理过来 毕竟谁知道 人家会不会活着回来了 还有了大出息呢 哎呀不敢惹不敢惹 还是先巴结着吧 您刚才听到的事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经